郭台铭演戏吗 你会跟他接触吗 时间会解决一切 你做负的机率 不是不可能 太难了 这一句当副手不是不可能 难道郭柯佩可能成真吗 柯文哲话不说死 毕竟自己都承认 郭台铭若宣布参选 赖清德等同当选 两岸原众论团也公布最新民调 如果演变成四卡多 赖清德支持度第一 但若郭柯合作 就可以赢过赖清德与侯友宜 毕竟我们是他民众党 已经经过程序提名的 总统候选人 你说如果要换总统候选人 我这个 但他走程序就不得了 找郭台铭来当副手吗 他也不是喜欢当副手的人 胜负都会找到他的出路 对郭台铭还在搞暧昧 但对国民党 柯文哲可就不留情 蓝一声称侯友宜这一次访日 在自民党总部拜会麻省太郎 相救柯文哲同样拜会麻省太郎 旨在国会 接待规格自然不一样 虽然胡友宜访日下模仿棋 访日形成 朝自己 作为民众党下棋的人 立委这一局 也必须各个是好棋 原本有意让吴欣盈 参选逐世立委 但他却想挑战北市松信 被柯文哲引南向徐晓星交代 为由劝退 我跟郭欣盈讲说 要选中信 要嘛就要选赢 如果不容易选赢的话 那要战略目的 毕竟2024目标不只是要选赢总统 还得让民众党立愿袭次极大化 柯文哲布局立委 仍需考虑如何与泛蓝 合纵联合 继续我家景余晨 参谋报道